好女人就是一座好学校同学问 我老公把钱借给一个不靠谱的同事 每个月都收别人很高的利息 现在那个人确实没钱还了 老公这几天每天去人家门口贴还钱的纸条 今天和老公沟通 想让人家还剩下的扣除利息外的钱算了 可是说不通 实在是人受不了 和他大吵了一架 又怕他走极端 村长 我这样做错了吗 我该怎么办 村长答 我觉得你做的不够好 你该不理他 让他自己去找点教训 让他自己去犯点错 作为一个妻子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也没有这样的责任 去教丈夫该怎么理财 去教丈夫怎么做生意 去教丈夫怎么跟同事相处等等 你有什么样的责任 有责任做一个好妻子 做一个嫌内住 嫌内住应该是什么 具体到这件事上 你应该鼓励丈夫去犯错 他如果不投资失败 他怎么能对放贷投资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生意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投资的专家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错误当中学习 包括去看人 识人 老公把人看错了 这也是要他自己交了学费才能学会的 他现在心里痛苦的要命 着急的要命 你 这个时候给他讲那些大道理他听不进去 而且这个时候 你跟他去做什么沟通 这其实是一个很蠢的做法 我有这样的话 给孩子讲道理的家长 往往自己不懂道理 在你这儿也是一样 给丈夫讲道理的妻子 往往自己不懂道理 你就是这样 你自己不懂道理还想给丈夫讲道理 你自己没做好还想做丈夫的老师 你丈夫在听你的就更傻了 你要用自己所谓的贤妻良母去感化 贤妻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人家说一个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你要用你的信任 用你的温柔 用你的肯定 在这件事情上找到积极的一面 让你丈夫的这个学费交得值 让他通过这件事情 真正明白什么叫投资 这笔投资 无论最后收回一部分 还是彻底都黄了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这笔投资是错误的 这已经是肯定的答案 希望让他能收获的是对人性的认识 对贪婪的认识 他自己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贪婪是投资的大忌 不仅他的贪婪 他那个同事的贪婪 包括这个事情里 你也很贪婪 就像你说的把利息扣除出去 把本收回来之类的话 你以为扣除利息 本金就能收回了 你想得 也太简单了 我不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光从你说的这几句话 就觉得这个说法不可行 你要用女性的 妻子的柔美感化你老公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在他犯错的时候 去肯定他 支持他 鼓励他 让他从错误中得到教训 相反 你这样跟他大吵一架 给他讲道理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下回还会犯类似的错误 他想证明他是对的 他会去做一笔更荒唐的投资 然后更赔得一塌糊涂 说不定他会拿着公款到澳门赌博 那些拿着公款到澳门赌博的男人 表面上他们很疯狂 他们无庸置疑是坏男人 但是那些坏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像你一样给他讲道理的坏女人 你也没到那种地步 我说得有点夸张了 刺激了 事实没有那么夸张 你只要稍微改变就可以 咱们这里是制造好女人的地方 希望你有这样的悟性 同学问 我刚刚做了流产 孩子没有发育好 医生也说不清什么原因 但是我心里特别憎恨我老公 因为备孕期间他烟酒没短 原来抽烟喝酒就不少 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怨恨 他嘴上说心疼我 家务也做得多了 但还是继续抽烟喝酒 我感觉自己心里萌生了离开他的想法 却找不到开启自己的方式 村长答 你不能这样 咱们的课程你完全没有听懂 咱课程里关于抽烟喝酒 讲了很多例子 抽烟怎么了 老公抽烟 你孩子就不好吗 老公抽烟喝酒的多了 人家小孩都健康的跟啥一样 你这孩子流产完全就因为你的原因 完全就是因为你对老公的这种错误的认识 对抽烟喝酒错误的认识 咱课程里专门讨论抽烟喝酒的那一堂课 全班在积极的讨论 你听懂了多少 你心里萌生了离开他的想法 假设你离开他 我告诉你下一步会是什么 可能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也有可能你会再婚 你再婚会嫁一个什么样的 嫁给一个抽大烟的 这就是你离开他以后 未来将要发生的事 老天爷就是通过这次流产 让你痛苦 让你认清你的错 你该好好去学习 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你还会怀孕的 不要再去禁止你丈夫喝酒抽烟 不要去憎恨你丈夫 美好的生活就在你手里 你又不珍惜他 你要毁了你的家庭 你要毁了你的儿子 你要杀了你的儿子 谁都挡不住 咱这个课程就 教着自己爱自己 爱自己的孩子 爱自己的老公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现在这样是很可怕的 要有点智慧 你家庭会很好的 你老公抽烟喝酒 我们把这叫做有男人气概 他表面上愿意对你好 我告诉你 很多老公就是表面上都做不到 你有这么好的老公 好好珍惜 这次机会已经错过了 你以后还要怀孕 我对你以后的生活充满信心 你当下了 还在这儿 我做天赤 那你还可以做 hands 你复杂 你侍杂